释迦牟尼佛讲 在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他说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切万物 都是具足什么呢 什么 常乐 我我尽 就是具足 常住不变这个道理 这个还得了吗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量苏经很明显说出来的 一切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各个都是常乐我经的 这个叫做四经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深的去深考 而且释迦牟尼佛讲 六道凡夫法 甚至于四圣法界 都没有具足这个常乐我经 唯独一针法界 才能够正的 你想一想 你的福报有多大 这个福报谁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 所以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超过十方诸佛国土 很多言音 如这一点我们都不明白 那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了解 真的不是了解了 只是游民无始 你真的了解西方极乐世界吗 如果你真的了解 你早就去了 他在这里 他在这里受苦 讲实在的 如果真正我们了解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早就去了 这个不是消极迷信不是 因为我们真的了解了 这个人生是无常的 你看什么叫做常 常都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苦 因为它会变 它是无常 每一分每一秒 一刹那都在变化 而且变化的都是 大家都知道的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身体 都在变化什么 身 老 病 食都在变化 它不像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常乐 就是常住不变的 那这个身体有变化 人才会苦 有生苦 有劳苦 有病苦 有死苦 还有种种的 这个都是我们所讲的变化 所以尊敬的 作为同修大德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看现在天灾人火 再加上 现在这个疫情 没有人都会想得到 我们这个世界会来的 这个疫情 没有人能够想得到的 连听都没有听到这个明治 但是现在你看 明明在我们的眼前 你在西方极乐世界 你不要说有灾难 连明治的灾难 我们都听不到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西方极乐世界 那种快乐是无比的 你看天灾 地震一来 水灾一来 山川 田地 通通一来 水一来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现在南北极 这个南北极现在融化的 每一天融化的快速有多快 那个很快的 那再过几年 如果没有改变 这个温度的 这个地球的温度 你想一想 南北极还能够存在 南北极已经不能存在 不能存在 在那个时候 水灾 大水灾难 有多少 这个地图 这个岛 都不见了 还种种很多 所以你说 哪里的快乐呢 没有 这个是讲到 常 简单地讲 那乐呢 乐是什么 一切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永远离苦 不再有受苦了 任何一点苦 都不会去受了 我们这个世间的乐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是假的 它是苦 它是假的 为什么 它不是永恒的 世间的 真正的是什么 真的是苦 苦是真的 乐是假的 这个道理 我们一定要好好去 思考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在四地方 一开出 一开头 就告诉我们 人生是苦 这个是真的